我朋友推介中华开了一间新的三哥 他说有一些特别的串销 我也有兴趣,那就过来试一下吧 装修的确比其他三哥 完全是两种风格来的 真的很不同 比较特别 最好吃来说的话 我会选择那只菇 肥牛和Lino送走是一流 特地来吃沙沙汤底 因为港岛区好像第一间 终于有沙沙汤底 就走过来吃 而且好像有新东西 就来试 是怀念的味道 因为大河就每次吃都是这个汤底 终于可以吃了 新的我都叫了两样 肥牛和墨鱼仔都叫了 墨鱼仔也挺好吃 很新鲜的 我今天特地来探这位港岛的朋友 因为知道这里我新开了一间鱼仔 然后我们也约了两个星期 就是特地来这里吃 我们以前大学一天吃 这个装修好像 好像烟一点 没有了遮遮那股脆 但我喜欢遮遮那股脆 我最喜欢是菇 因为菇很特别 有某个牌子的薯片味 而且软软软有多汁 希望其他分店都有 我会很开心 可不可以开多一点 淡仔三哥出名多搅作 最近就以全身姿态进入中环路懒 贯彻红黑色的品牌色调 装修摩登新潮 搭配港式霓虹灯中西合璧 你好 你吃什么 我想不到吃什么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可以试试我们的山沙汤底 和这三款最新的配料 试试我们的肥牛 或者是麦鱼仔 和龙虾丸 都是新铺限定的 限定推出独门神秘汤底 灵感来自马来西亚风味垃圾 汤头浓鲜咸香 这里还提供多三款配料 墨鱼仔蛋牙鲜味 需要试试我们最新的串烧吗 新店第一次推出串烧 不过目前只得四款 最受欢迎的是它 大啡菇点蛋汁再烧 灑上秘制香料调味 外面干身香口 里面仍然juicy 脆肉瓜铺上大量蒜蓉再烧 蒜香味极重 辣辣的好惹味 腌腩肉先卷入洋葱 再灑上紫天椒粉 咸香大辣 还有洋葱的甜味 肥牛也是同样做法 加入洋葱和紫天椒粉 再塗上秘制辣汁和香草 更辣更香 下个月初还可以喝啤酒 与本地酒厂少爷啤 联城推出 这款是麻辣口味酸啤 后径偏酸 黑啤结合烟熏辣椒 焦糖等 大点胡辣汤底的风味 各位喜欢吃米线的臥底 不妨去中环朝聖下 好了